第三點的特殊館 今年第一次推出一天的 秀秀特殊館提案贏 你今天就一間營業告示 帶到25位學生前來參加 為了解特殊館的各項服務 學生要如何來管理分類 而且若果人親身來提案 幫民眾笑笑形笑 希望看到這種趣味的活動 可以讓孩子趕快來點笑笑本 依依你要說好的 好的 請等一下 第三點進入特殊館 今天這麼不一樣 雖然就一間小小的特殊館關完 看起來有毛有毛 都說在學部的幾代 幫民眾做到酒搜到形成的學部 還要如何管理成本 相當的忙 今天這個活動很好玩 讓我更認識書本 覺得當管理員一點都不難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玩 因為可以體驗借書還還書的樂趣 對著各種體驗的交流 有你說讓孩子有不同的三個 第三點進入特殊館 這次也設計了一間小小的特殊館關完 體驗的作業標題 讓孩子來寫宰和親近切本 放對嗎 對 對嗎 因為在這個電子化的社會裡 小朋友所看到的大概都是一些 電子媒體的東西 對於真正的書本的一個 借還書的作業 會非常的一個陌生 那我們想說 第一次辦這樣的一個小小 圖書管理員的一個活動 讓小朋友親自來接觸到這個書本 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他們知道借還書的一個作業流程 讓他們更喜愛這個書本 這本由頂來一間營機高校 出到二十五歲的小孩 走到一個圖書館 做到這樣新鮮出的體驗 要讓小孩知道 能夠利用到圖書館的主管 也合適到學會精神 主要是想要讓孩子們熟悉自己的家鄉 然後善用當地的圖書資源 然後介紹孩子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讓他們以後比較知道在學習上 他們的工具跟資源是哪些這樣子 對 那也讓他們來了解怎麼樣 透過館長的介紹 我們也可以更知道 怎麼樣去找到我們要借的書 館頭生小孩合適到一個好事 最基本的工夫 在第三訂立投資館這麼用心 今年推出到安內的體驗 希望說讓小孩圖書館裡面 採取一下 不可以了解到投資館官員的辛苦 好 記者 女明星 採訪活動